夏天到来很多的饭店为了要满足顾客味蕾 各式各样的异国料理通通端出来 让民众不用出国就可以吃到 道地的异国美食料理 在这个烧烤上面来做个串烧 台东知名饭店把古老的巴西游牧民族的饮食方式 用手上的剑来串热 运用烧烤的方式让牛羊肉只要简单的粗盐 撒上去就吃得出食物的甜味 丢入木炭 饭店主厨双手忙碌的翻转大块牛肉 原汁原味把经典美食引进台东 让台东的民众也可以品尝到这种道地异国料理 道店用餐的民众可以依个人的喜好 以及主厨特制的多样传统巴西酱料 粘在烤出来的肉上吃 享受一下这种属于夏天的热情美食 再搭配一杯冰冰凉凉的酒精饮品 就可以享受到巴西热情的饮食风格 东台新闻张云成台东市报道